港口是个很特别的场所 它把人和水联系起来 上演着忙碌而繁荣的故事 沉淀着人们的记忆 久而久之 便承载起了城市的光荣和梦想 广州是中国重要的贸易港口 与生俱来的开放基因 使广州在今天 仍然保持着强大商业活力 成为了全球商人云集的 国际化大都市 现在的广州 在一带一路倡议的东风中 不断整合力量 聚集资源 开拓创新 取得了突破性的发展 其实在几千年前 广州就凭借 无可比拟的地理优势 资源优势 在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上 书写了璀璨的篇章 那么广州在海上丝绸之路上 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为广州城市的发展 又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呢 以史为鉴 文容东西 古城城在家国梦 河南大学 程碎莹教授 做客百家讲坛 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 《思路上的古城》 第十三集 南国商株 华广州 大家好 在1983年的初夏 有一天呢 广州的一个施工队 在广州市的 渝越秀区的县党山 在进行施工 准备把这个港地呢 产平 就在这个施工的工地 下挖的时候 忽然发现 地下有一排排列非常整齐的 硕大的石板 而透过这个石板间的缝隙 隐约地可以发现 下面的一个黑洞 因为当地呢 经常发现古墓群 所以施工队的一个领导 就推测 会不会是一座古墓 因为这个事情事关重大 他们就把 相关的情况 报告给了当地的 武务主管部门 武务管理部门呢 也非常重视 得到这个消息之后呢 就派当时的 广州市的文务管理委员会的 主任 麦英豪同志 他带了其他的几个人 一块 到这个施工的现场 去查看 麦英豪同志 到了施工现场之后呢 透过这个石板间的缝隙 拿着一个手电筒 向底下照 照的时候呢 透过这个手电筒 微弱的光线 隐约的 发现底下 有一些青铜器 还有一些玉器 他的心头呢 一阵激动 这个墓藏根据他多年的 考古的经验 可能是一座汉墓 而另外有一个念头 又忽然地闪过 他的脑海 他想这是不是我们 一直在苦苦寻找的 南越王墓呢 那么 麦英豪同志所说的 南越王墓 又是怎么回事呢 要说清楚这个事情呢 我们还要回到 两千多年以前 广州的一段 城市发展力史上 广州呢 位于我国的正南方 这个地方呢 在先秦的时候呢 生活着 越族 所以这个地方呢 又称为南越 又位于 五岭之南呢 又称为 岭南 在 秦始皇 统一六国的时候 也统一了 南越 这个地方 同时呢 在南越 设立了三个郡 分别是 南海 桂林 和向郡 这个广州 这个地方呢 就属于 南海郡的郡制 所在地 当时 把它叫做 潘雨 就在 秦朝末年的时候 在 南海郡的一个 地方长官 叫赵陀啊 赵陀这个人呢 他就利用 南越这个地方 比较封闭的 这种地理形势 封锁了 与中原地区的交通 然后在这个地方呢 宝敬安民呢 建立了一个 相对独立的 一个封建歌局王朝 叫南越国 这位赵陀呢 他本来是中原人 是今天 河北的郑定的人 这个人建立南越国之后 他呢 首先实行了 合以百越的 这种民族政策 因为北方要大量的 汉族人口 进入到南越地区 所以呢 他就实行了 比较开明的民族政策 使汉民族 与越族 友好相处 与此同时 当时的南越这个地方呢 还处于 刀耕火种的 比较落后的 农业生产状态 而中原地区的 农业比较发达 所以赵陀呢 就把中原地区 比较先进的 农耕文明 带到了南越地区 最重要的是 这位赵陀呢 在南越的整个地方 来推行 先进的教育制度 把汉字 把中原的礼仪 带到了南越 加速了这个地方 与中原地区的 文化的融合 那么随着 考古挖掘的进行啊 牧主人的身份 逐渐明确了 为什么 因为在这个牧丧里面 发现了两枚印章 一枚印章 上面刻着 文帝行喜 证明牧主人是文帝 另一枚印章 写得更清楚 是赵陀 赵陀的预印 就证明了 这个牧丧的 牧主人 叫赵陀 后来我们根据文献 记载 发现这位赵陀是谁呢 是赵陀的孙子 是南越国的 第二任国王 在赵陀的牧丧里面 发现了大量大量的 丰富的 陪葬品 还有什么玉器 青铜器 还有漆器 铁器 都很珍贵 对于研究 南越国的历史 研究 秦汉时期的 广州城的历史 都具有重要的 参考价值 与此同时 人们又发现了两样 令大家感到 非常吃惊的 文物 什么文物呢 有一样 是五只象牙 这个象牙非常长 每一枚象牙 都有120厘米长 我们知道 我们亚洲也有 亚洲象 但亚洲象的体型 比较小 它的象牙也没有那么大 所以比照 世界上现有的 这种象牙 那么考古人员 确定 这个象牙 来自于非洲大草原 属于非洲象牙 与此同时 还有另外的一个大发现 什么发现呢 发现了 非常精美的 波斯的银河 为什么我们说 它是波斯的银河呢 因为在这个银河上面 还刻有 波斯国的 一个帝王的名字 可以确定 这个东西 不产自广州 也不产自中原 不产自中国 来自于 与当时的汉朝 同时存在的 西亚 波斯国 这两样东西的出现 是麦英豪 和所有的考古人员 产生了疑惑 说遥远的非洲 波斯在千里万里之外 波斯在千里万里之外 那么这两样东西 怎么可能从千里万里之外 来到了两千多年前的广州呢 那么由此 麦英豪同时 和一部分考古学家 就做了一个大胆的推断 也就是说 在赵佗和他的后代子孙 统治的南越国时期 已经开始了 与西方的海上沟通 那么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 广州应该是当时 海上丝绸之路的 一个始发港 那这个地区 得到的这些考古的文武 就是一个证明 所以呢 这种始发港的地位 就完全可以和 像河浦和徐文 作为汉代的海上丝绸之路 始发港的地位 是可以相提并论的 而正是从赵佗开始 广州这座城市 也确立了 它未来发展的思路 什么思路呢 首先是向内 和中原地区 保持密切的经济文化来往 来吸纳中原文化 优秀的成果 另外一个方面呢 有向海 也就是向外 利用广州优越的地理位置 和海上交通条件 与海外各个地区和国家 保持沟通 保持沟通与交流 这样一来呢 就是广州这个城市 始终充满了活力 所以被称为我国的南国的商都 讲到这里 让我们一起走进思路古城 广州 去听听当地的文化学者 是如何解读这座思路古城 所承载的传奇故事 江教授 我们今天呢 在黄浦村 我们背后呢 就是黄浦古港遗址 那么在这座古港遗址 发生过哪些 与广州海上四处住古城 相关的 令人回味的往事呢 黄浦古港呢 在明清时期的 这个广州的对外贸易中间 它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就是所有的 欧西国家的传播到中国 到广州来做生意 他们只能停泊在这个地方 这个可以说呢 是当时唯一的一个 西方国家的停泊地 所以说我们知道 非常有名的像哥德堡号 当年瑞典船 1740年到广州来做生意 然后后来 回去的时候沉没了 然后到2006年的时候 他们再来 重建了一艘船 当时呢 这艘船就停泊在这个地方 那么我们知道呢 这个美国 他们第一艘来中国 做生意的船 当时也是来到这个地方 开启了中美关系的 第一篇章 所以说是非常能够体现 广州 作为一个海上丝绸之路上面的 重要城市的这种国际性的 这种体现 也就是非常能够体现 这种国际性的